好,接著到下一套 哇,這一套龐大的作品 老實說,我其實不知道這套有多少集 我剛剛看到一個《維基百科》裡面說 它有14集,第一集是1986年開始 我只是說動畫會有多少時間去做 原來是說這件事 他應該做不完,純粹是位置在哪裡停 做不做都不要緊,田中芳雪還沒想完 這套就是田中芳雪原作的作品 就是《以斯蘭戰記》 而這次改編呢? 改編《牛者、方川》的漫畫版裡面的人設 我想它的劇情也有 其實是重畫的,因為之前有漫畫版 之前就是《中之地理》去做這個畫 現在換了《方川雲》就是《牛者》 首先,動畫當然是用牛者的畫 其實不是一眼都買的 一看就多久,大冬統你回來想 看看國王,那些後面 很熟口面 你還不是炸彈講的 一開始我提出一個疑問 因為這一套書其實 田中芳雪的書 其實很多書我都看過 這一套我是看了一兩期之後 我就掉了,因為它之後也太長 我都沒有時間補 但是呢,我真的很擔心 剛才我一開始問的問題 究竟動畫有多少集呢? 就算要說到所謂的 我叫做第一步完 我覺得 都應該是連回級數的 你可以放心一點點 始終這次播的時段 都有一個五點半的動畫 有一個黃金檔,NBS的 就是全國的電視台 我想都有回到 這麼少一檔期給它 當然是不是做了一年番 我就不知道 因為當年各年都拚了一年番 今次剛好一年番 就是這件事了 現在這個年代 不是,我純粹覺得 當年拚了一年番 不像現在那麼容易 會不會是這次 斬開兩季 可能是分角 分角都試過 那個檔期都試過做分角 所以有機會都可以出現到 對 而本身你說 始終田中方書寫的題材 其實很多時候 世界的架構很龐大 當然部分角色 有一定的魅力 但是現在 你說現在這個時期 那些人那麼即食的話 還有沒有這樣的 心機跟你去論 一些這麼龐大的世界設定的東西 其實我是很有一定的 我自己就 反而是因為 他的設定夠古典 有大器 我會這樣形容 有大器的設定 我反而是有這個新鮮感 在那裡 在這個年頭 即是看到講宗教的 講國家的 講一個不同的國家的觀點 如何去看一個世界上的奴隸 各方面的東西 如何運行 其實這些價值觀 文明的衝突 都是一些很值得的提出 始終田中方書寫很擅長 去寫這一方面的故事 即是他所有場編的故事 其實很多時候涉及這些主題 這方面也是他擅長的領域 甚至我覺得是這方面 在日本裏面的 一個殿堂級的寫手 當然 因為最近看到太多 《死天王》之類的小說 看完之後 都是如目春風一樣 這樣清新 但當然也是 當我拿這個東西 和《死天王》比較 我覺得和《死天王》 我對不起他 對著《風雪》更加對不起他 所以他們都是比較 不是的 真的有很多舊的東西 好像是輪迴之景 警戒之輪迴之景 警戒之輪迴之景 一些舊派的 你應該這樣想 如果你去比較的話 你應該說 在設定上的 仔細度的級數不同 是那套《魔彈珠熊與戰機》 它也是有類似 郭家瑜的那間《魔彈珠熊與戰機》 但當然是女人打 即是大家放大招 但那套很明顯不同 這套的設定 我相信是嚴謹很多 你會看得出一件事 為什麼我會拿回這一套去說 它也會不停有很多 所謂龐白的罪事故事 去說究竟這個世界 現在是怎樣 而因為這套 本身 我想它是想著 細水長流慢慢做的 你看到這些事情 其實如果要做 你要慢慢解釋得很仔細 不是的話 聽眾根本是 應該說觀眾 是不會消化得完 你究竟說了什麼 這個是這種設定 是叫做什麼呢 如果你慢了細節 細水長流 你就會越浸越有味道 但是 它最難的難關是什麼呢 第一下就已經嚇死了人 不是 它怎樣在這個畜色文化上生存 我又不覺得 I mean 我又覺得它在這方面的拿捏得很好 當然呢 嚇死人 當然第一下也嚇死人 在這一個年頭 你還會看到有一張地圖 有一張地圖 有一張地圖 有一個國家 那國家你叫不出個名字 兩個人在打 還有三個國家 那一下已經想認識了 摩擦之王也是同樣道理的 他真的跟你說什麼 然後第二集之後 我真的忘記了 那些國人之劍 就是三個國家 我只記得 現在有條女兒 有條仔 是 條仔射箭好勁 這把劍好勁 講完 我不知道摩擦之王是怎樣 但至少我覺得 這一度是OK的 你忘記了國家的什麼 非常正常 但你會看到 那個王子和奴隸的身份 看到兩個國家的價值觀 有什麼不同 完全不同 戰爭的原因在哪裏 我們看了兩集 兩集 首先第一集裡面 它講的是什麼呢 它講的是 就是帕爾斯這個王國 究竟民生或者制度的架構是怎樣 首先我們會看到的 首先就是 皇宮裏的制度 小部分 其實還未看得完 然後就是 外面平民的生活 文化是怎樣 還有他們 有沒有什麼特殊 就是他們喜歡奴隸制 他們會玩奴隸制的 他們正在用奴隸制 就是這個政策 而你看到就是 這班人 就算王子 在故事裡面 王子 其實他是一個 他也是一個 善良的人 但對他來說 他灌輸了這種價值觀 就是說 奴隸就是奴隸來的 甚至他會看到 那樣東西就是 我讓他做奴隸 做一個善意的表現 想養他 令他有衣食 有安全 只要他繼續做奴隸 他就不會有生命的危險 他就不受這個 沒有東西吃 這個勤勁 而他第一集裡面 其實他也說到就是 這些王子 這個未見過世面的人 他只是看到任何事 好的一面 奴隸制度好的一面 但他看到奴隸制度 究竟是多麼黑暗當中 他只是看到光明的一面 其實奴隸會死的 第一集已經完全打了王子 臉一巴掌 就是告訴他 你跟我說 做奴隸至少可以保證你三生安全 還有不用死 立即在你面前死了幾件 他看到的就是 這件事的表面 背面完全看不到 黑暗的面完全看不到 好像看過絕構 這個事實的一面 而看不到事實的反面 也是第一集 我想帶出的主題 因為你見到 另一個角色 就是奴隸的角色 其實說的東西都是同樣的 你會見到他講 異教徒和教徒之間的分別 聽到他講 神將人身而公平 但他沒有想到 一些異教徒的情緒 如何處理 這些也是 看到事情的兩面 甚至形成戰爭 中間的一個 那一個流程是如何出現 最麻煩見到的 他的戰爭不是為糧食為土地 是為宗教 他們說你的宗教有問題 他才打你 這才是最麻煩的 其實 這就是所謂的文化截戰 對 而故事裡面 也會見到王子這個角色 他對這個制度 因為他憧憬他父親的勇武 但其實很顯然 就是他自己 不是這一種的角色 他不會形成到他 他不會像他父皇那麼勇武 對 他永遠都好像達不到他父皇那種 即是他有人王那種素質 他不是那種就是一個 歷史上有些國王 就是靠戰功去立業 你可以說他是一個勇武派的國王 其實他給你出來的 那種是威嚴 即是他有一種不然而露的那種感覺 你看著他你已經會搖底了 你已經是會 即是你已經是 你已經是不敢 可能公布那時候說 即是說錯話 你會一倒也一坐 即是他這種威嚴 而王子那種是什麼 王子那種是 那些人是 他有那種向心力 那些人是 不其然地 是想協助他 你都見到的就是 在頭兩集裡面 就是原本 有三位平民 他們經過了 被王子救了 之後 其實他們 本來要受刑 因為他令到王子 身受這個 有機會會被殺的危險 其實這些 這些就是判了死刑 這些就基本上是 殺了也無所謂 其實某程度上 根本 是不是真的跟那幾個人 都不知道 不是說是你 是你 是你搞的王子被捉的 都是你 遇到了 這些事情 而他們開頭看到 就是 他們給王子的評價 就是 不行啊王子 看他的樣子 越來越悄悄悄悄悄的 以後他一定要找些人 互助 他也在這個位置 其實王子 王子 他也在頭一集裡面 看到一個性格 其實王子 其實 不是很care 所謂 身份的高低 他唯一 令到他 我們會有這個疑惑 就是 因為他被灌輸了 就是奴隸的這個概念 就是他們覺得 這個世界 必然的法則 他是因為有那個認知上的錯誤 但不是他本性上 是他有這個高低之差的分別 就是 故事裡面想說 那個被蒙蔽的價值觀 基本上 是的 所以你看到就是 當他 王子說 沒什麼所謂 我也沒有事 那為什麼要怪罪於人 而且就是 叫做王子 就是說 其實 難聽這些說句 某種意想 都是他自己拿來碎的 所以就是 他放過了這三位的平民 那這三位平民 很感激流添 就是 不行 這個人 我一定要報答他的大恩大德 然後就是 我一定要輔助他 再來第二集 第二集 我們知道有一件一定是死了 另外那兩件不知道 都是已經 非常之典型的 人軍裡面的故事 因為 故事裡面 也是他第二集 已經報了一個 黑幕似是什麼 王子好像 應該未必是 國王的兒子 第二集裡面 有問過一個 大臣有問過 你覺得他 像皇后多些 還是像 國王多些 其實是答得像皇后多些 這個問題其實 當然是可圈可點的 這個問題就是 NTR 沒有啊 你看看 阿黃之沙 經常有女人的樣子 其實說他的樣子 性變多些 這個是大陸沒有那種NTR 做法 當然 這一個人 留了一些 伏筆 或者一些QK的地方 第一集裡面 對這個 母后 就是這個 王后 對這個 王子 是愛你不利的態度 而對皇帝 也是愛你不利的態度 皇帝拿了一些贡品 禮物回來 但是皇后 是 哦 是啊 那就走了去不理他 之間是否有些QK 在那裡 究竟這個 這個家庭 是有一個 因為 就算是這樣 其實也沒有理由 就是 為何他會不 王后會不理他兒子 就是 就算 他給了一頂綠帽 國王太也好 其實這個是他愛人的兒子 沒有理由 不理他 其實反過來 可能他是國王的兒子 但是不是王后的兒子 怎麼來的 喂 你知道 古時皇帝那些是後宮三千的 但是他像皇后 他是不是一定皇后的兒子 是不是皇后的兒子 怎麼會生的 像就是 像就是兒子 不一定的 糟糕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可能性 究竟王羅是否被強姦 而生了這個兒子 你不如說他撿回來算 有可能的 所以他就很討厭這個兒子 那被了埃及王子 不是 為了做皇后 但是我又出不到一個繼承人的時候 我就撿回來 告訴皇帝 我有了 現在 你搶這個皇位 宗廷鬥真 他都沒有其他皇子 他都沒有其他皇子 就是鬥真 你不是 野仔 你戴綠帽子 就撿他走 現在沒有就只有他 你沒有變成這個阿爾斯蘭帝 之後公恩還轉 可能未見 說不定有 對 而你見到 在第二集裡 其實第一集裡 最主要說的是 我們剛才說的一些風統民情 國家 主角身處的這個國家的情況 其實第二集 其實就是 要說的是 這個皇國 可能會 滅落 崩落 因為他會打仗 其實也很自然 在第一集裡 國王那種強硬的態度 他比起 不妥 打 打 打 而這一集裡 也是這樣 當然 本身 在這個國家 帕爾斯 這個國家 其實他是一個 很強大的國家 至少是戰力方面 很強大 在這個故事裡 你形容是 戰無不勝的國家 是的 然後 在一場 通常都是說 大家 看這些作品 都知道 在香港說 不用管那麼多 他們出什麼計冊 都沒有 就知道這些人一定會出事 一定會出事 這是朋友 這麼厲害 八戰八勝 死亡 都不知道 一百年一場就輸 你八戰八勝 還是一百年一場不是一百 歷史第一次教訓我們 通常驕傲的將軍都會死 不是 是驕傲的國王 他不會死 對他來說 就是王子 王子 王子和另一個角色 阿達郎 他們這些角色其實是什麼 他們 從來不會看輕任何的東西 其實王子有這個性格 他不會看輕任何東西 他覺得有懷疑 他就去懷疑 不會說 因為在意我過往做過些什麼 而另外就是 我不去懷疑現在這個情況 因為打仗也是 你每一場的戰役 其實都是一場 一個新的戰役 獨立的戰役 即是王子 只是告訴你 就是你過往 能夠打勝仗 不代表你這一場 是會打得贏的 其實這些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其實是沒有 每一場的戰鬥 其實都有不同的因素 影響這場戰鬥 其實是有不同的因素 我曾經你見到 他的兵友腸 都是這樣 在這些集合 你打贏很多次 這次都應該打贏的 皇帝為什麼這麼壞 這次我千關都出來了 我皇子出來了 第一次處女參賽 說我撤退回家 喂 死眼那些 當然就是 就是Gilbing必敗 或者這麼說 就是國王 很深信他自己的能力 是不會有人能夠打敗他 所以他剛才 Gilbing必敗 而正在這一役裏 這役裏面 就是對方用這個計冊 挖地道 趁這個大武的時間 挖地道 還有內奸 對 還有內奸 引致到就是 還沒說到現在怎樣 就是 首先皇子就失陷了 在這個戰地裏 然後跟著就是 趙雲就回來了 士兵ABC 即是說很仰慕他 我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真的士兵ABC 死了 趨往義 我只看到士兵A死了 BBC不知道死了沒有 OK 終於有一個死了 A是誰都不知道 是 是 然後 王子也看到背叛的將軍 然後 然後 扭一把劍他單挑 他打算 騎兵對步兵 對 有馬對沒有馬 我覺得 這個位置 我會看到 他在第一集中 練劍的位置沒有白費 不停是強調 其實王子你的劍職在進步 他進步到什麼程度 就是 可以隔幾下 而不死 不會跟你說 那傢伙不斷在嘴巴 哈哈哈哈 然後拖到達龍來 一時後 然後就被達龍掛了 你這個位置 王子 是有經過他自己的努力 他這條命 你可以說 最終如果沒有人來救他 他會死 但是他這條命 如果能夠生存的話 是靠他自己努力 爭取回來 我都很喜歡 我很喜歡這一幕 是 動畫的描述 一來這一幕 他有連繫到 特地強調劍擊 訓練 另一件事 我覺得很棒 就是說到 第一個殺人 王子第一次殺人 十四歲 他捅了一刀 看到身體 跌了進去的屍體 那裡 那一幕 他的表情 恐懼感 看到瞳孔的擴張 全部的東西都做得很足 我覺得這一個 是一個 其實應該很教科書式 的一些表現手法 但現在就很少再講 描寫得挺好 我想這樣 其實他秉承第一集 講的一件事 王子 只是看到任何事情的美好一面 他只是看到戰爭美好的一面 他只是看到奴隸制度美好的一面 他只是看到任何事情 只是看到美好的一面 因為他處於那個位置 那些人是不會讓他看到 所謂的黑暗面 他也未必 需要直接面對 但當他現在去面對這些衝擊的時候 其實王子會不會有什麼改變 我們不知道 這個日後的故事 當然是 但其實你看到 這些東西 是會影響到這個角色的成長 之後他會走一條什麼的路 當然我說這些故事 其實就是 你真的慢慢就不出來 你的角色是靠慢慢去營造 由一個大世界的世界觀 去影響到這個 都叫做在這個世界裏面 有影響力的人 是的 他怎樣 他經歷了什麼事 而他作出什麼行動 而他的行動是會影響世界的 這個是這一類型的作品 不像你摩坦之王一樣 然後你跟我說主角 就說 我突然之間 然後就有很多貴族來幫我 然後我就說 你瘋了 沒有啊 我覺得這些 講大小 講影響世界 講戰爭的事情 但是我們觀眾 都應該受夠這個 Agnorcio之流 其實就是 是時候看一些有大戲 有性感的作品 他們都是傳統 我叫做 不可以叫王陸 傳到正常 正常應該是 這些作品 是怎樣去寫 怎樣去寫 寫一個 帶一個故事 帶出一個故事 帶出一個角色 在這個 這麼龐大的設定世界裏面 那個角色是怎樣自處 不是 所有東西 其實他講到這些故事 如果真的寫得好的話 其實每一個角色 或者每一件事件 都有起承轉合 就是 他為什麼會突然變得殘暴 可能他真的經歷了某些事情 他才變得殘暴 他不會突然 無緣無故殘暴 這些故事 反而是這些 正統的 傳統的故事寫得好 他都不會拖 有些事他都不會拖 好像 國王 對兒子那麼嚴格 或者對他愛理不理 然後他突然間 找一個人彈出來 你覺得 你和阿伯和他大龍 你覺得他像國王 還是我像王 他在這裏就留了一條說 會不會其實國王是因為 我知道你這個打壩仔 不是我仔 不是我生 但是我為了我的威嚴 我沒有理由給自己看 逢全國人說 我大陸沒有了 他又為了保住自己的威嚴 說不定可能是因為掩蓋 所以帶一個搓手去戰場 讓他戰死了算數 他要贏戰爭 你輸了不就面實無光 不行 死了兩條死吧 你見到國王 其實只是少少 其實他不是說了很多 你也會見到 這個人是有少少 瞞不講理的 雖然他很有能力 但他是橫斑斑那類人 其實兩集來說 國王出得不太多 但你很清楚國王 你很清楚國王是一個 怎樣的角色 你也覺得他輸是該死的 這個就是戲 即是你不用要很多 即是七情上面 什麼都說了 那個角色怎樣怎樣 才叫做戲 而你舉手 投足一些質寫的東西 都可以見到 其實那個角色做了什麼 這反應是高明的 我都說 田中芳是死於這一方面 即是你歸功於原作 這個 是很厲害的 這方面 當然你說 畫面上的 這個牛仔 以牛仔的畫為語形 當然你會見到一個 不知為何 在說中古世紀 為何會見到一個 類似 中國 中國武將 達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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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趙雲 明明全部都是 中歐或地中海風格的 武將 握著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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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著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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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規格 什麼事啊 接著 接著 無聲 出了擺明就想要 都算是融入了一個 比較舊的故事 但一個現代的畫風去做 包裝起來 都對這個 依入厚一點 對現在的觀眾 都比較容易接受 有吸引力 是的 有吸引力 我會這樣說 真是 想去看 所謂 國與國之間的戰生 國與國之間的政治 在這種中九世紀 這套影片我絕對最推介大家 一提 他跟得完 老實說 他如果完全是跟原作的話 老實說 你放心都可以 同學 我作為一個接近看完第一部影片 你放心都可以 不是 填了四個字的保證 告訴你 他填了爛尾也沒什麼問題 不是 現在填了兩三 填了尾 sorry 我那個字講錯了 沒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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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萬一不幸喪生 要叫那些子孫燒給你 即所謂 神中最遠程 燒妄選 是的 好了 那我們這套 去到這裏 我們去下一套